交通是民众生活最重要的一环 由安全平坦的道路才能带动地方发展 因此县长林明珍非常重视各地道路的安全 并且不分都会与偏乡 只要民众有需要都会迅速会堪改善 譬如像是中寮乡永芳村的正万坑道路 复兴村复兴乡道路都获得县府协助 让当地的居民游泳安全回家的路 中寮永芳村正万坑道路是当地的重要融路 去年因排水寒滚鼠快 雨水冲刷导致路面归裂甚至掏空 县长林明珍104年8月6号会开始 便指示在该道路回水路段旁 增设及水井 并于井边设置恢复式导梗 停洗用路人 同时也加强了护卵及护人 完工后让该道路更加安全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牛牛已经做五十几年了 因为每一年都一直在维修 路面一直空到这个桥顿缩不去 另外就是旁边这些不扣 还要加强来洗洗 大水来的时候才能流畅 才没移植 才没淹水 这部分我们可以说真的需要 我们也同意 大家这个经费要一百十几万来做 一百年事年11月10号 县长林明珍会等议员廖云行 重要乡民代表会主席张宇发 及乡民代表等 一同前往复兴村 复兴向农路会堪 该道路不仅是珍珠干 重要的产地运输管道 也是山区民众对外的联络道路 但因道路连久失修 多处归例 林县长当场指示单位 针对回属路队路面进行A西柏油路面铺设 而父亲村三八山之山地号 后方坡地 则将于原党土墙设置L形排水沟 衔接并汇集上方水沟 以利排毒野稀 避免冲刷山坡 父亲已完工 非常安全 父亲村长关玉英 相当感谢社福的大力协助 他指出 父亲村地处偏乡 但林县长却相当重视 设对回开并全力协助 那居民运输珍珠干等农场 更加便利安全 每位村民都非常感谢 当初是冠民时官 冠長很有心 来我们公所 我又给他沉浸 沉浸之后 他就感觉说 要来看一座寿司是不是这样 他看了路真的很害 这是我们父亲村 主要道路 农路 主要的农民 跟村民的主要道路 出入口 所以说 冠长很关心 一个就 无条件大用 说要把我 用AC和方向 我们这样 一个村 小小的村 他又有法选择到这里来 我村长代表这些 传民很感谢 这个冠长 和乡长 和议员代表 所有的代表 和代表主席 让我们的农民 出入 文殊 感觉很方便 大家很感兴敬 谢谢 县长 李明珍 非常重视各地道路的安全 并且不分都会与平乡 只要民众有需要 均事述会看改善 因为只有安全平坦的道路 才能带动地方发展 及民众舒适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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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